重新演唱卡 其實我講真的 以前的舞蹈老師 價碼追過的就是它 第二呢 第二我就不講了 會照口音 董成穎老師 領我的薪水 那時候 董老師領你的薪水 以前領我的薪水 在我的團 我當兵義工隊的時候 我們可以跳到董承鄞老師的舞 那已經是不得了了 對啊 哇 他真的是天才 但是問題是 我拿過五年的 義工隊你就知道對不對 我連拿過五年的金像獎 第一名 我在白雪義工隊的時候 我也待過白雪 你是白雪啊 我退伍的時候去白雪當槍手 你是白雪 他是貧雪 我知道 我就那時候第一次碰到董承鄞老師 我想說我一直學跳 我都沒有跳過這個老師的舞 怎麼這麼特別 馬姐丟一個抱枕給我 好 老師 我們每天都等他 阿斌哥都等他 等董老師 董老師瞇瞇一眼 不是瞇瞇 眼睛太大 而且安民耀還沒退 排舞是一人丟一個抱枕 來 左邊的 這邊過去兩個八拍 繞圈圈 右邊過去兩個八拍 哦 抱枕可以跳出一支舞 還滿美的啊 很美 而且除了抱枕 你可以換成大扇子 有沒有 好多東西可以換 抱枕 扇子 三回 對啦 但是馬姐覺得 現代演藝的環境 跟以前秀場的時候 差很多 是指倫理嗎 不是說差很多 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跟現在的環境 很大的不同是 我們以前去做秀 就是可能就一個禮拜 大家就這些人 天天都在 像同學會 開心的要命 對 開心的要命 尤其我們下午那場唱完 大家不是就一起去吃飯 去喝咖啡 然後晚上再回來一起工作 每天都是很開心 晚上最晚場結束之後 又睡著了覺 又吃宵夜 吃宵夜 打麻將 對 沒有打麻將 我們那一批人都不打麻將 蔡頭老師不但舞跳得好 而且很會吹牛 講故事 他有一次講故事 講故事吹牛 他講他以前怎樣混兄弟 怎樣混兄弟 怎樣拔妹 怎樣去按摩做黑的 我很疲倦 因為你看 熬夜什麼 還要講故事給他們 對不對 每天晚上都要講 有一天剛好下午茶完 他們要喝咖啡說 不行 我太累了 我就去按摩 去三文碗 三文碗 就進去 油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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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知道怎麼有 我真的好累 油壓 然後 請翻 蔡大哥他們都認識我 蔡大哥請你翻一下 我會翻過來 哇 不得了 當然啊 一定男人的反應 你也知道吧 那他手指不錯 等一下 他先講 他上去的時候是趴著 對 他是趴著 按完了以後要翻 翻過來 翻正面 按摩下一個 我不會嚇一跳 那是正常的 好可愛喔 這樣子 他講說 好可愛 你長得 很可愛這樣子 然後 他 他一定會從這個大腿什麼 這樣摸 他就要從內側這樣 這樣一推 我進來 就跑馬 太累了 然後我馬上起來說 噓 你如果這些事情 你給我講出去 我覺得讓你 沒有辦法生存在這個世界上 那是很沒有面子嘛 所以說 到現在沒有人知道 就 你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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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對 他說 如果你讓人要知道 我就讓你死 有沒有很喔 中午到3點 5點 才去按摩完 晚上7點 他就告訴我們 後台的時候 他還要讓人家死 還說你就要告訴我們 那我就讓人家死 你 他回來就告訴我們 所有的人 哇 跟現在的環境也不一樣 以前吵架 跟現在吵架也不一樣 我敢講這種名字 你不要照口業 所以這樣子 我要講 不能照口業 所以不講 好煩喔 我跟你講 以前 以前的社會都這樣排 你是 像美女一定要 八天堂的 一定要做 八天堂的 一定要做 那美女一定要 不是他就是羅碧玲 不然就是陳美鳳 像這些 還是張瓊枝啊 張瓊枝啊 這些他們 一定要有各個 動感系列的 然後 唱閩南語歌 一定要有兩個天后 因為中南部 喜歡聽台語歌 一定要排兩次 通常一個國語的 一個台語的 唱將 唱將 好 那譬如 A 我們講 A 台語天后 B 台語天后 A 排在前面 B 排在後面 那這怎麼可以 對 所以說啊 他一進來看到 阿絮架把那個 這是什麼意思 啪 過來 因為 你注意 你注意看看 唱明蘭語 明蘭語天后那些 都是 抓沙的 都抓不 都很像男人 有沒有 跟你們招 招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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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就招了 湊哥這怎麼招牌 我來招牌沒關係 來 節目還沒有開始 其實在想 這要怎麼招 這是怎麼招牌 我第一關就拿起來 就打一張 因為我有他 他們錄影熟嘛 對 我第一句話就 哇 三個 人家說 我說台語 打我們聽說 你們字幕打 然後我們台湾藝人 賣 就像你這張 這樣看人家 香港的藝人 越合作越團結 我們台湾人 你這什麼事這麼穿 你在想看嗎 你這什麼事 你這什麼事 今天台湾藝人 發生就是 就是六英雞的 我才就是 絕對說你的名字 因為你聲音什麼 我都沒有說出來 不要想我須回來了 我須回來了 要不要想 馬上回來 結果是誰 是誰 那個人 合作 不行 你怎麼招牌 三個字 他自己想 想得出來 阿彌陀佛 那就是你有福福 好 好 來 子豪老師 那我老師先 我們先請子豪老師 幫我們做一個恐怖的 心理測驗 他一起來測一下 我是不會被打倒的勇士嗎 對 題目就是 有一個好朋友 突然要跑路了 請你幫他保留一個 神秘的盒子 他要你在他離開之後 再打開 你覺得盒子裡面 裝的是什麼物品 有沒有四個選項 A的選項是一把手槍 B的選項是金條金塊 C的選項是許多現金 D的選項是充滿回憶的照片 直覺來選 你覺得那個盒子裡面裝的是什麼 好的 馬姐 我選D 充滿回憶的照片 我認為 好的 我也是D 嗯哼 來 美玲老師 好的 鏡條 現在老婆應該誤實一點 好的 周老師選中 把手槍 我選金條 對 我們搞得要誤實一點 我選現金 誤實啊 好 每個人都選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你是一個不會被打倒的勇士嗎 選擇A選項呢 現場有周老師一把手槍的 我們來看一下你的勇士指數是 100分 哇 你們是天不怕地不怕 不想圓地怕不想要前進 想要進步的朋友 要選到這個前向的朋友 你們的個性是比較沒有害怕 無懼的 越遇到困難 你覺得就是要解決啊 不解決怎麼辦 所以呢 你永遠都是遇到困難的時候 一直不斷地突破想要前進 而且就算日子過得很平穩 你也覺得不可以安於現狀 我一定要更好更精進 所以你有時候會去找一些事情 少一些事機 少一些冒險來主動去創造自己的幸福 所以你們的個性當中是無勇 就是有勇無懼 沒有在害怕的 聽話聽話 只想往前進 而且不會在甘於原地生活 甘於原地 所以會往前進 腳步踏近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選擇B選項的 現場有美玲老師篤玲哥 選到這個金條金塊的 你們的勇士指數是 80分 好 他們是勇敢積極 願創造 執行力強好主動 做什麼事情 他們都是充滿正向積極的 而且每天不停的在動腦筋 想要創作新的東西 他們不安於現狀 而且他們認為說 很多事情就是一定要主動去爭取 一定要執行力強 不能夠光說不做 所以你叫他 給他一個企劃出現 或是他有一個遠景出現 他一定會想辦法逼自己 一定要主動的去有行動力跟執行力 因為他想要創造新的東西出來 而且不甘於現在這樣的成就而已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選擇C選項 現場有精準解 許多現金的 我們來看一下你的勇士指數是 60分 他們是 需要人指引才勇敢 給予信心努力士 他們其實在生活當中是有點害怕的 如果沒有人做看看 他是絕對不會去做 如果有人試著做看看 還要跟他分享心得 還要告訴他方法 他才會想說真的可以嗎 所以如果你想要他去嘗試的話 你一定要不斷的指引他 而且給他信心說你可以做得很好 他才會想要試試看 而且只是試試看而已 他可能中途就放棄了 所以他們有時候是想很多 做的不多 有時候需要人家指引 需要貴人出現 他才會想要去執行 是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選擇D選項 充滿回憶的照片 現場有馬姐跟蔡老師選到這個選項 選到這個選項的人呢 他們其實是非常保守的一群人 而且他們是與事無真的 遇到要跟人家爭 他就想算了 對 好準喔 他不想 他覺得這件事情 如果太過於冒險 他沒有把握 他也不會去做 所以他不會去做那種 打總自己的臉 然後自己當老爺 打總自己的臉 然後自己當老爺 好準喔 這種做不到的事情 他絕對不會承諾 那做得到的事情 他絕對會把它做好 所以你要他去跟人家爭 或是跟人家標一個案子 他覺得沒關係 如果有人財大氣粗 要做這件事情 那就去吧 我的能力有限 我就守好我自己的就好了 所以你要他們勇敢的去嘗試冒險 跟去跟人家爭取 他可能有一點不太那麼勇敢了 講得太好了 講得太好了 這應該沒事 這太好了 這很重要 大家記得 吃飯就吃飯 睡覺就睡覺 洗澡就洗澡 多簡單 但是做不到 你吃飯的時候 你會不會想別的事 會 你洗澡的時候 會不會想別的事 會想得趕快去玩 你睡覺以前 會不會想別的事 對 怎麼會睡不著 所以說 健康靜的身後就在這裡